基本上這個連帶案是有 我只請教你採取了什麼步驟 這一部分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 這一部分將來要落實這個相關的 就是他們改嘛 結果現在那些連帶專戶裡面的錢 被搬得乾乾淨淨的 國家求償無門 結果你們財政部 管理土地銀行的 你們的立場就是什麼 就是有一點點疏失 以後改善就好了 那這些錢誰要補 跟委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股權監理機關 來 所以我們對內部的 內部的這個連帶案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不介入的 所以這個相關的細節是要有 股權管理機關 對於公股行庫 在放款的過程當中 所出現的重大缺失 董事都是你們派的 你到今天還在推責任的喔 董事不是你們財政部派的嗎 兩位好 上個禮拜五 我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公開質疑 我們的土地銀行 事實上在2015年下半年的時候 已經清楚的知道 慶富這個集團 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結果還閉著眼睛 繼續的放款下去 我在那一場的記者會裡面 對於財政部 土地銀行 以及金管會的問題 我都已經公開提出來 而且請你們預先做準備 結果過了兩天 在財政部的官網上面 出了一個土地銀行的聲明 說整個貸款 從頭到尾 並無不法 都有按時 按時繳席 來 請問財政部部長 土銀的聲明 你們放在財政部的官網上面 是有幫他背書嗎 這部分 是不是幫他背書 不是背書 那不是背書 放在財政部的官網上面 是什麼 因為據國庫署說明 他是所有的 都會放在我們財政部網上 好 土銀是我們百分之百的國銀銀行 國庫署對於土銀這樣子的一個聲明 贊不贊成 內容真不真實 有沒有虛偽 有沒有隱匿 來 部長回答 我上禮拜記者會 我已經公開講了 預先做準備 不要想在今天繼續拖時間 這個聲明贊不贊成 有沒有虛偽 有沒有隱匿 跟委員包括這個案子 他在這個 我現在只問你 這個聲明你贊不贊成 有沒有虛偽 有沒有隱匿 因為這個案子 監察院一直在調查 關監察院 監察院調查 關監察院調查的事情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不可以針對這個 國銀銀行的事情 進行監督嗎 你把它推到監察院裡面去幹什麼 這個聲明有沒有虛偽不實 大聲跟大家講 國庫署的立場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也是在進行在了解 進行了解 聲明內容正不正確 有沒有虛偽不實 我再問最後一次 你從頭到尾多在浪費時間 跟委員報告 他其實在履約管理方面 的確有一點這個舒適的問題 有一點舒適 來我們繼續看一下齁 在連帶契約裡面 明定了 不可以償還自己股東往來的款項 有沒有償還利害關係人股東的款項 有還是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是他們內部的 有沒有 這個是內 不知道說不知道 這個我不清楚 這個不 你不知道 我已經公開問了 你到今天還說不知道 我再問 昨天土營有沒有到財政部裡面去開會 有沒有 沒有 昨天開會沒有針對這個事情 你們找了土營來開會 這麼大的事情 你們到今天都還沒關係 你做一個國庫署的署長 繼續今天在財政委員會跟大家說 你不知道 好沒有關係 第二個 連帶契約裡面規定 每三個月要定期查核報告 土營有沒有做 這一部分的確也是要值得檢討的地方 什麼叫值得檢討 他有沒有做 也就是說他在履約的管理 比如說他的工程的進行 他沒有做嘛 對不對 你直接跟大家講這個答案有這麼困難嗎 動用三百萬要經過海客館同意 有沒有經過海客館同意 這部分 沒有 你還敢說 只有一點點舒適啊 你還敢說只有一點點舒適啊 到今天還在包庇啊 你以為知不知道2015年年底的時候 沁陽海洋跟風國造船 總共簽了幾個契約 三份契約 三份契約 2015年 下半年 總共簽了三份的契約 簽了這三份的契約以後 就因為土地銀行的縱容 不斷的 從專戶裡面 搬錢出去 你看喔 這個是2015年7月15號 所簽訂的契約 2015年7月17號有另外一個契約 12月還有另外一個契約 結果導致的狀況是什麼 結果導致的狀況 你自己看吧 這個戶頭裡面的資料你看過沒有 仔細看著電腦的螢光幕回答問題 這個戶頭裡面的資料你看過沒有 我今天具體的把它秀出來了 我上禮拜五 我敢開記者會 說裡面全部都是關係人交易 把錢全部洗到關係人的戶頭 沒有證據我不會講這樣的話 這些數字你看過沒有 這個在監察院調查的時候 的確有提到這個數字 結果還只有一點點疏失喔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的 來具體跟大家講 這些你口中所謂的一點點疏失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在這個監察院調查的時候 因為沒有關係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大聲跟大家講 大概就今年的 大概應該是上個月 他監察院約巡的時候 上個月是幾月 10月的時候才知道嗎 應該是九月份的時候 九月的時候你才知道的 那你採取了什麼步驟 因為基本上 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這個連帶案是有 我只請教你採取了什麼步驟 這一部分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 這一部分將來要落實這個相關的 就是他們改嘛 結果現在那些連帶專戶裡面的錢 被搬得乾乾淨淨的 國家求償無門 結果你們財政部 管理土地銀行的 你們的立場就是什麼 就是有一點點疏失 以後改善就好了 那這些錢誰要補 跟委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股權監理機關 來 所以我們對內部的 內部的這個連帶案 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不介入的 所以這個相關的細節 是要有 股權管理機關 對於公股行庫 在放款的過程當中 所出現的重大缺失 董事都是你們派的 你到今天還在推責任喔 董事不是你們財政部派的嗎 不需要對國家負責任喔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沒有提到董事 是提到常董會 什麼時候提到常董會的 跟大家講 這個數字 這個時間點 你到今天還搞不清楚嗎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追下去 這時間點實在是102年 下一個 你說這個時間點是什麼 大聲跟大家講 102年 這個連帶案是102年 我現在在跟你講的是2015年下半年 我剛剛所舉出的那些為師 那是後面的 你已經承認了 通通都有為師嘛 那你說提到常董會 什麼時候提常董會的 跟大家講 應該102年的時候成立的 102年成立這個連帶案 但是後面的 旅約管理那部分 先請你停下來 是 我剛問你2015年下半年的書 是什麼時候提到常董會的 結果你跟大家說102年 我再問一次 2015年下半年的書是 什麼時候提給土營常董會的 那一部分 可能我要再查一下 你到今天還是不知道 沒關係 來有請經管會主委 經管會9月13號 發了一個密件 給土地銀行 來請問顧主委 編密件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 有關編密件 我問過相關的這個 同仁 那有關會 如果會涉及到一些 檢查內容 涉及到一些個資 或者一些 好來 請問顧主委 這裡面有個資嗎 我現在齁 我上次跟顧主委講過 我是一個很守法的人 你敢編密件 我就遮起來 我們就討論嘛 你們經管會一天大晚用密件 來遮掩 你們檢查出來有問題 卻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案子 跟委員報告 這個黑色蓋的部分 請問有個資嗎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以後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我們在監禮的階段 是要採密件 這沒有問題啦 現在就是說 進一步已經發含要求改善 的這一個相關的部分 或者要處分的部分 再何時不要 好來請問 請管會發了 這個部分我會做一個 徹底的一個 沒有關係 全方位 全方位的檢討 我相信你的檢討 我現在下一個具體的問題 請問 你們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處分 五月人家檢舉嘛 然後九月你們發含確認 的確是有疏失存在 我剛剛講的那些疏失應該都存在 沒有問題嘛 好 經管會打算做什麼處分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內容 就是在我們這個 函的內容裡面 沒有錯 那你打算做什麼處分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請他提報到董事會嘛 然後 他提報了嗎 現在 現在跟 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致上大概有幾個部分 我大概跟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顧主委對不起喔 剛剛 財政部沒有辦法回答 他提報董事會沒有 那我現在再請教您 您要求他提報董事會 請問土營提報董事會 沒有 您知不知道 這個部分的資訊 我還沒有能夠拿 來 我們進一步下來看 我昨天請土地銀行的來 請他們提供 今年年度所有召開的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 的會議紀錄以及簽到表 我為什麼要求提這個東西 五月就檢舉了 早就知道有書師了 結果金管會發給他的函 沒有處罰 沒有裁儲 叫他們提董事會 他們有提董事會嗎 提到今天都還沒有提 我要求他們 把今年所有開的董事會 會議的紀錄 出席的名單 因為我要看財政部 派的公股行庫的代表 有沒有負起責任 結果 不好意思 請你聽我把問題講完 結果土地銀行回覆 說這個存款放款匯款有關資料 基於法令規定保命義務未能提供 來請問財政部部長 董事會的會議紀錄 董事會的出席 跟銀行法這裡的規定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想董事會裡面 因為他討論的不只是說 到現在還在遮掩 不是啦 不是這一家 他有很多其他家的 他的客戶的存款 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客戶的名單給遮起來啊 可以把客戶名單給遮起來啊 董事會的紀錄 不可拿出來接受公眾檢驗 看土地銀行是怎麼在包屁的 結果竟然用可笑的銀行法 說有保密的義務 部長 董事會紀錄要不要交出來 不是這一部分啊 假如 你們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董事會的紀錄都在上面啊 董事會的決議也都在上面啊 董事會的決議也都在上面啊 到今天還在騙 你們以為你們隨便搬一個銀行法出來 糊弄大家 全部都是密件 全部都是保密 都不用接受公眾監督 有這麼離譜的事情嗎 來部長請回答 董事會跟長董的紀錄要不要交出來 你有涉及到貸款人 商業秘密的事項 你全部用黑色遮蔽我沒有關係 我今天只要 我只要確認一件事情 你們到底派的關股代表 有沒有真的好好去開董事會 這件事情你們到底檢討了沒有 我想這一部分呢 假如金管會確認 這一部分都沒有任何餘意的話 只有那一部分其他遮起來的話呢 假如金管會認為沒有 前面發一個函 跟我說 基於銀行法這是機密 後來發 你們前面每一年的董事會紀錄都在上面啊 你真的當大家是笨蛋喔 OK好 時間的關係啊 我尊重主席的才智 我想我們這部分一定會確實要求他們改善 好我們麻煩書面回覆 不好意思喔主席 我只講最後一句話 顧主委 上個禮拜 你答應我 你要把2014年有關於永鋒金 有關於永鋒金的調查報告 你上禮拜說要提供給我 我昨天請教貴會的同仁 結果給我兩行制 給我兩行制 你在這邊做的承諾我相信你喔 跟委員報告 書面報告已經給我 那我就提交要求要由這個 顧主委請您回去看一下 你上禮拜在這裡是怎麼跟我講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現在就是說 提供給你的書面 的這個部分 到底是屬於我們已經完成的 這一個他們本身做成的一個內部報告 還是說是屬於什麼樣子的一個報告 我那天也許沒有能夠理解委員的一個清楚意思 那我在 因為畢竟我們的內部報告 現在還沒有經過我最後的一個認可的情況之下 我想我也不適宜去將這個內部報告 提交出去 但是我會 我只提醒你這件事啊 您回去看上個禮拜 我們在這邊的對答 然後你再回去想一想 你沒有把東西拿給我是不是你食言 是 感謝各位請回 各位請回 我現在主要是在請 顧主委 各位請回